正好可以暖暖身子 怎么就这么一点 全是酒壶的重量 对你来说 不少了 你还记得 小唐员过生日那天 看到我家里白的事 是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吗 他就是周眠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以为实在是太小了 明明你们口味习惯 穿衣打扮 行事风格 甚至擅长的事 都不相同 而且 他的书从今还受过伤 可是总有些时刻 你们会在我的眼中充电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而且 这种事情很正常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 不同国家的人 他们却长得一模一样的照片 况且人是主观动物 情绪会影响判断的 是吗 你们分开很久了吗 我真的 很想他 因为是他告诉我 人要站得高才能看得光 所以我创立了五星 为的就是一步步 能走得高一点 当我的事业足够宽阔的时候 或许可以 得到他的消息 因为我一直不相信别人说的 他就那样 有什么相思 才能听见你 小事在这海上 我甚至觉得 我已经找到他了 陆总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 我以为 那种过时的替身文学 已经没有人再用了 没想到还能看到 前脚说着想念爱人的话 后脚就跟女下属 暗示发展奇怪的关系 原来你是这样的喜好啊 不过陆总 你的身材样貌 都是很对我的胃口 享受一下 也无妨 本来我就是空降在公司的高层 难免留言四起 做事击中一项也没所谓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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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酒后食言了 你说什么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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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在下雨 能不能陪随你 也就是一种忘记 关不住自己 想跟你关心 用什么想着 才能听见你 想念 这儿 你真是 你不忍义你 我 不忍义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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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这平常一个个看着都挺瘦 这衣服一脱也不行啊 太失望了 真想把他们头拧下 职场有你男 没点本事就会欺负小姑娘 小姑娘 一帮进了职场的老阿姨 还敢自称是小姑娘 真正的小姑娘都在大学里 看什么呀 这话说的 还能让人不去想象 有些人的嘴巴连着职场啊 你们两个 还真是宽于律己 言以待人 开个玩笑而已呢 干嘛说话这么难听 对啊 我也是在跟你们开玩笑啊 怎么不好笑吗 美女的事以后你们少管 有时间只是点点别人 不如回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业务呢 看来二位这周的绩效可和表 成绩有些危险 走走走走 停篮 你们去游泳吧 您既然记得我们的名字 开早会的时候我就记下了 记住别人的名字是最起码的尊重 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我们先去玩了 我们先走了 新冠上任 言语有点犀利啊 在直播间 总是能学到点精髓嘛 怎么了 陆总你是怕我得罪人 我不这么认为了 取悦自己 总比取悦别人来得舒服得多 但我实在不懂这些男人 明明自己不做身材管理 也不去健身 却非要搞那种身材侮辱 年龄侮辱那一套 电子设备解锁需要点时间 帮我拖一会儿 有点事 就先回去吧 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 就别想着工作了 我听说 那边有一个摩天轮 在摩天轮的顶端许愿 是很容易实现的 我们可以过去祈祷一下 这个节目办得顺顺利利的 有个完美的收官吧 还有这种说法 走吧 他是不是喝酒了 应该是喝酒了 那没事了 我先解除 我先解除 梅梅 有点事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一个人带孩子有多辛苦 我到处找你吃了好饿骨 而且有很多其他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但是我都表现得很好很乖的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喜欢他们 对不起 绵绵 我知道 以前都是我的错 但是 你回来了 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你以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我们又一起把孩子抚养 长大不是吗 你就是个骗子 就是个大骗子 能不能先从我身上想 你吓你去吧你 他在搞反差萌吗 这种洁生绝号的单身爸爸 小可怜人设 放在他身上也太违和了吧 知道他为什么都不喝酒了吗 因为一喝酒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第二天就全忘了 那 爸他怎么办 怎么办 他一会儿累了就安静了 等安静了之后 他就丢到外面去 好一个酒前绅士贵公子 酒后撒娇小哭包 文化节目 我的直播活动重新修改了两版方案 给你看一下 严重 A4纸边缘是很锋利的 很容易划上手指 给我看一下 那我去看一下 处理一下伤口 你先看一下方案 晚点我们再讨论 欣欣 你去准备一份必行信 到时检测出 跟小汤原完全没有亲缘关系 我应该就可以摆脱嫌疑了 那工作台的材质 不会污染血液 他应该会觉得采温可用 他又想搞什么花样 那个公差突然取消了吗 所以我就赶紧赶回来了吗 小汤原 跑慢一点 小心一点 这山坡下坡了 早知道就不穿高跟鞋了 小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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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是那种容易摔倒的偶像剧女主角 关于小艾基金发起的专场活动 我已经看了大家的策划案 个人比较建议选择雅剧 雅剧 这时候咱们搞一个没生意的项目 是不是博不到关注 你太吃亏了吧 虽然雅剧在嘈杂环境中 对于有着正常感官的人来说 没有那么有吸引力 但是我们这次面对的群体是聋哑儿童 聋哑人 天生在其他感官就比较灵敏 而且聋哑人在艺术方面 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天赋 所以我觉得雅剧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而且在现场很有可能成为一抹亮色 但我听说别的公司都是什么 医院鲜花 梦幻独角兽 小心游乐场之类的主题 哦 还有请小艺人的 照片好拍 宣传也好写 不要把活动当成作秀 如果第一步你们就想着宣传效果 那么主角已经错位 怎么折腾都不会好 这次的活动名字个人很喜欢 叫做永无香 也是小菲霞彼得潘生活的地方 在那个小岛上 大家都可以无忧无虑地长大 活动方能够选择这个名字 说明他们也希望这些儿童 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单纯 永远纯粹 个人也觉得 选择一种艺术形式的表演方式 会比意识的新鲜影响来得更长久一些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孩子们的心底 埋下一颗种子 最广阔天地的认识 和对各种艺术的图形 什么都可以 内容形式我们要区别于其他的主办法 我觉得听闻你在策划上行 少年英雄的故事就好错 无论什么样的小孩子 健全或者不服务 我觉得大家都要在心里 多一些状况和红业 怎会是好 也不能您一拍脑的 就把无心打开设计业务大门的机会 当试验品了 哎呀孟哥 副总的这么说了 肯定没问题的 是啊 我们好好打磨 肯定没问题的 我听说是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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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心 嗯